像現在如果假設又跑一次的話 你會發現剛剛的東西又全部不見了 它雖然資料假設你隔幾天 或者隔一段時間 你一定會希望抓比較新的資料 那資料一定會更新 因為禮拜二、禮拜五又開獎了 所以會有新資料 那你豈不是又不見了 所以怎麼辦呢 那所以剛剛的動作 你如果不會寫程式的話 其實你可以錄製聚集 如果你會自己寫的話 其實這個是我錄製聚集 所以我把它金錢 所以最後其實像 第一個動作 你們可以參考雲端白板第五頁這邊 我就寫了一個刪除不要的列 這個sub 當然因為時間關係 我直接拿來用 所以我直接把它 這一行的話是排序 所以這個的話 如果你假設 希望按照A1排序的話 寫這個動作 rangeA1.sort 那跟他講說 我們按照A1做D真排序 然後有標題 如果你把假設這個跑一下 比如這個把它跑一下 有沒有 排完序了 就之前我們一樣的動作 然後找到從B1向下追蹤之後的位置 因為我要刪掉底下不要的 所以我就有兩次追蹤 一次是按照B1追蹤 一次是按照A1追蹤 把這之間的區間的資料把它delete 所以底下我們剛剛好像是選 其實那個動作都一樣 只是說把它變成程式 有沒有 這個底下的區間資料把它刪掉的話 那其實如果把它寫成程式 就是像這樣 一個R1 然後一個什麼 一個R2 把這個區間的資料 要利用Rose這個物件 跟他講說哪一列到哪一列 這個R1的話應該是2210 有沒有抓到這個 然後底下的話應該是6698 把這個區間的資料刪掉的話 那很簡單 就這一行 把它刪除 有沒有底下就不見了 那我們又等於多了一個刪除不要的列 再來做什麼 好像有在做一個叫增加號碼 所以我要再增加一個號碼的一個程式 那這個程式的話是 主要是輸出什麼 在上方的這個地方 從D1一直到好像到J吧 輸出1到6號的號碼 所以這個地方把它Run一下 這一行這個程式的話 指的就是1到6號 OK到I 然後再來做什麼 把它剖析過來 那剖析如果你假設啦 不會寫啦 你就是直接的 錄製的 這套剖析 我是把之前我們做的動作 把它錄下來之後 然後呢 直接把它放到這邊 OK 資料剖析 資料剖析之後的話 就把資料剖過來 有沒有 快速剖過來 只是說把它錄製之後精簡 那這個相關的程式 你們可以參考雲端 那這邊最後的話 就把 再把B欄刪掉 B欄刪掉也很簡單 就covens物件 B 然後點Delete 那因為最後可能欄寬會跑掉 所以我再把它自動調欄寬一下 OK 全部就OK了 所以將來後面如果假設你希望把它全部都自動化 可能還是需要增加有1、2、3、4個SUB 就可以完成 那將來 那你說老師那將來我是不是要一個一個run 不用啦 你可以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我前面還有講過 就是如果你假設要把它全部串在一起的話 可以用call嘛 有沒有 所以最後的話這邊有沒有 大樂透下載有沒有 就call先callP4下載 刪除不要的列 增加重甲號碼 資料剖析 刪除B欄 哇 全部串在一起 這樣的話呢 就一起呵成了 感覺還蠻好的 為什麼 因為就一次就完成了 所以最後的話試試看好了 他就會先把資料下載 然後再把不要的列刪掉 增加號碼 最後就資料剖析 然後刪除B就OK了 所以將來你可以在這邊再增加一個按鈕 就是叫做大樂透下載 直接按一下 就自然更新了 這感覺好像真的還蠻好的 以後你的工作就變成只要按一個按鈕 事情就完成了 OK 那當然呢 一樣的道理 資料統計分析的這個部分 一樣也可以做通話的事情 只是說呢 這個難度會相對的比較高 我想今天的練習 基本上就是大概做到這樣就OK了 就是把那個 再把我雲端上面的那幾段程式 剛才你用貼的好了 因為這個如果有時間 你們就自己再去揣摩一下 可能還是要錄製聚集 然後看看能不能精簡 這個是我已經精簡過的程式 你們就參考 如果可以自己錄製看看 那其他的統計分析 我想你們有時間的話再統計一下 其實我的想法是說你不一定是全部的時間 因為從2004年到2024年做統計全部的對不對 可是其實你可以做另外一個動作 你可以例年 之前我們有例年 從2004年到2024年的中獎號碼的數量的分析 會不會每一年都是這幾個號碼都是 這幾個號碼都是 中獎都在不一定吧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把歷年的 這個中獎號碼排名 把它做出來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其實你可以按照它的日期 裡面的年份 不同年份 比如說2004年就一個區間資料做一個統計 2005又一個統計 最後比較一下 看哪一個號碼它的趨勢是向上的 這個號碼就值得買 OK 類似像這樣 所以請各位試著把這個 最後就是再加上我剛剛做的這幾段SUB 最後的話就把它整合成一個大樂透的下載的一個 整合的一個SUB 最後在這邊進行加一個按鈕 這個部分這個範例就完成 今天也許就先做到這裡 那當然你也可以試試看 網路上蠻多類似的網頁 看看能不能把它資料抓下來看看 OK 那下一次上課也許我們一樣 再找其他的爬蟲範例吧 我是希望說期末的專題 反正就是爬蟲 然後再加上那個繪圖 就是把這個給結合在一起 試試看 剩下時間給各位把今天的作業完成 好 提醒你 好 野無冤 所以 真的是 感谢观看